公正完成,前程刺感順利賣 3D球頭關 第五場四班1650 1號大熱 德利多 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點的馬 中間位置中外面有聖在王 比較快 中間黃龍大師、白玉海旋 合拍飛龍騎上去 在外面粉紅帽德利多 最出眾的至高星 灰馬尋銀天王,在他入面封益善 外面是白玉海旋 黃龍大師,在後多少移得尾四 尾三內蘭,前程似錦 尾以神舟魅力包座 尾的馬是公正陽性 過1200米斷柱 前面合拍飛龍騎,德利多 跟他拍放 第三位馬有聖在王,尾蘭第四 尾銀天王,後面第五位 至高星也賣到來二搭 尾蘭第六大面箍,還有這隻封益善 中間移得,外面黃龍大師 後面的馬,前程似錦 黑三神舟魅力,外面是白玉海旋 白衣服,包了最後的馬 公正陽性 過800米斷柱,對面直路尾 前面合拍飛龍,放出來 拖順他 跟著第二位,德利多 第三位,尾銀天王 左後面的第四位,還有聖在王 左後面的馬,還有至高星 內蘭,就是那隻封益善 後面的馬,在外面黃龍大師 中間移得,內蘭,尾四,前程 尾三,黑三神舟魅力 後面兩隻白玉海旋 和公正陽性 入直路,前面合拍飛龍 拖來一個身位,德利多 第二位,外面第三位,還有尾銀天王 馬林中間追有偉達 那隻宜德,外面神舟魅力 噴噴上來 最後八多米,外面神舟魅力 一搖就過了,外面移德 追緊他,在後面有個聖在王 合拍飛龍追出公正陽性 接近神舟魅力 第二名,宜德,拖來後面 第三位,有公正陽性 尾銀天王,勝在王近 結果這場賽事 看來的步速,不會很慢 因為拉山馬群 後面追上來的馬德 神舟魅力,好像陣風一樣衝上來 宜德,第二都拖來後面 公正陽性,第三位 勝在王,尾銀天王,欠第四位 神舟魅力 今晚果然 用莫雷拉就回來了 回來了,他贏馬的路程 又是樓前鬥效,好像上季贏馬一樣 宜德,韋達 真的跑得很好心機,又第二 四條Q 公正陽性,第三位 勝在王,跑到第四位 今天韋達跑馬,真的很心機 看今天踩這個位 一來的當位,他一早已經踩到 也不需要那麼厚 但最終就是敵不過這隻神舟魅力 哇,阿火來了 12號公正陽性,位置派59.5 連贏位二踏四,派163.5 沙鴻彩四號二號十二號 派4825元 單T派897元 位置叫二踏四,派59.5 四踏十二,派178.5 二踏十二,派164.5 跑第四名是五號的勝在王 頭那兩團,好像是燒 兩隻,鬥燒 燒到瘋了 太快了,結果就... 就算回到第三段也沒有用 得利多,率先斷 直路最後,白飛龍都是力弱的 放頭那兩隻,結果 徐之而起後上的馬 就衝上來了 包括公正陽性 終於吹回到第三 看一個組合讀贏三選一 勝出組合A1隔夜而滿 派22.5 尾個五名有三隻馬上來了 四連環派2402元 四重彩派40263元 真的跟著前面的馬都散了 兩隻馬都散了 兩隻馬都散了這麼快 對 沒有啦,你這樣放 沒有說放那兩隻 對 沒得搞 但是後上那些 好了,起步 我們看到下巴飛龍其實不快 不過力騎上來 因為起步真的側了身 中間亡龍大師 然後最外面勝罪王也快 開面來了,見到阿妹的德利多 拍著最高星齊橙上去 第二陣灰馬就是在找天王 裡面有封益線 開面望龍大師 白玉海船 宜德尾四 留得很舒服 這隻馬 在裡面的淺藍色 應該是前程似錦 來的 後一點才會看到 那隻神舟魅力 包了諾米才是公正陽性 這些馬全部上來 前面兩隻都散了 你以為不是拍馬一起 但兩隻都散了 一個世界車都好 不過那隻聖財王也算是厲害 路金德頗急 都頂了我第四 是不是真的轉了成本 那些馬 前面那幾隻真的比較差 對 在找天王也是 神舟魅力 就是用回他 贏這個路程的跑法 一來又遇到一個 較正常編快的步速 所以又贏回馬 因為你最容易看的是公正陽性 你看看這個彎 六七踏回來 其實電視拍不到他 不過最後才看到他衝上來 跑第三 得利多又沒有上一次這麼好表現 都很快斷 反而這隻合法飛龍 其實都不算很快斷 都頂到他進來最後百領才沒有 不過儀德爾是不出頭的馬來的 跑二十幾次了 三個第二 頭二馬真的完全把後面的馬 遠遠跑開 五個幾馬位 復榜完畢 派彩作實 位置Q2搭四派五十九個半 四搭十二派一百七十八個半 二搭十二派一百六十四個半 組合讀人三選一 勝出組合A1隔夜二門 派二十二個半 四連環派二千四百零二元 四重彩派四萬零二百六十三元 孖寶四場三五場四 重彈派四百九十六元 四場三五場二 安慰獎派八十二元 孖梯派九萬三千六百三十四元 分段時間頭兩段很快 二十七秒二二二二二十四秒三八 第三段要減慢 二十五秒五五 無段十四秒四四 總時間一分四十一秒五九 總時間萬個標準時間九線